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说在二十一世纪会不会有外星人出现呢 宇宙那么大 保不起那一天 外星人就会入侵地球的 要是真的有那么一天 我们就去保卫地球吧 保卫地球 我 施小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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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噓 可恶的施小光 又逃职 我看你啊 还真是不怕被罚 你这么不良 张翠翠她一个人 会不会有危险啊 正好杀杀她的威风 咱们走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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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可憐 这可得 当风雨过去 有点瓜葛 沙漠里有只路途 此处寻找着 远说的河 历经苦难的生活 更不就这样 开花结果 有个数能算什么 我们继续挥霍 岁月沉寂的幻梦 淹满了 不所救的我 月之一剑剑的火 导致云寸寸的刻 到中一刻 面目全非的我 陷阙一几滴的我 伤口一层层的火 杀死一刻 我们继续的火 万有什么全面 无漫无视作战 承诺尘头刮碎了 Yesterday You say tomorrow 驱关大人 那个施教光 和后来的目击者 在第二时间中 拥有了人类 不该有的能力 不要无视外者见过 是我太大意了 不过 在弄清楚那些能力 到底是什么之前 请驱关大人 再给我一次机会 不必了 这 下斤还在我手里 拿他当幼儿 这一次 绝对会成功的 就这样吧 驱赶大人 朵朵目已经 无法复生了 那就带上 洛摩斯木斯 是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没对成 是 赵雨鸣 果然是你 那些怪物 是怎么找上你的 我也不清楚 没想到这么多年 没有联系 再见面居然是这种方式 总之 我们现在还不能放松警惕 那些家伙 随时都会出现 玉鸣 你头发这么长 怎么 退伍了吗 几年前误伤了队友 被开除了 好了 不说这些了 跟我说说吧 那些怪物 到底为什么要杀你 你也听那个女人说了吧 他们叫做世间幽灵 在我结婚的那一天 他们抓走了我的妻子 夏青 并且消除了 她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 所有证据 就连我身边最亲近的同事 都不记得她的存在 在我第一次 被吸入那个空间时 他们告诉我 夏青并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人 而是什么来自未来的公主 听着像科幻片吧 说真的 到现在我都怀疑自己 是不是在做梦 即使我也吓得够强 要不是这个 我们或许就死在那了 你手上突然出现的那道光剑吗 那道光剑 曾经在我的梦里出现过 但一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那个梦 最后总会以一道刺眼的绿光而结束 绿光 我总觉得 以前在哪儿见过那种诡异的绿光 是在秘密基地吗 秘密基地 你说的是家里那片小树林吗 对 就在我们发现秘密基地的那个夏天 那个时候 除了你和我 还有谁在那里 咱们几个天天都混在一起好不好 对 还有张翠翠 没事吧 小光 起来 这么多 肯定是来找你报仇的吧 这会儿怎么不厉害了 走 走 踩到我身上爬上去 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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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行吗 没事吧 就伤而已 现在有玛格丽特张 为您带来出租车爆炸案的现场报道 都走开 这里不许拍摄 小杨啊 你这种大怪兽拯救世界什么的漫画 读者们早就不感兴趣了 咱们现在能画点时下流行的题材吗 比如挖挖坟 修修仙什么的 这些题材非常好的 车辆爆炸于今晚的十点二十二分 四季搭载了一名带头盔的乘客 该乘客上车后不到五分钟就发生了爆炸 具体情况还未查明 我说小杨 你有在听我讲话吗 去调查 自己信你 现在的健康情况未知 在头盔的乘客已经失去增加 该案件已经移交上级部门全权管理 以上就是玛格丽特张为您带来的 这不是罪费吗 我们会持续关注这起案件 什么 信我 这家伙可真是没救了 我看有点意思 我说你 不是一向不屑于这种非法手段的调查吗 案子有些棘手 案子有些棘手 那个十九局有些什么线索吗 倒是查到一份文件 不过被加密了 嗯 这里是电视塔附近吗 对啊 怎么了 几点拍的 差不多三分钟前 他刚刚发微博就被识别到了 坏了 这个男人有危险 好 你确定要这么做吗 是吗 我可不习惯被动作战 当后世都忽然降临 你尝到生活的秘 它像是在天空中奔跑的白色麻菌 有一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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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尝到有一种雨 随不少少随你哭泣 就像心情的投影 只曾从你的指引 你相信有一种雨 来就放轻走才下雨 只追随你的足迹 直到月落无停 感谢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